你们信不信 有80%的女生 都是自己把自己活生生的 拖成了大龄孙女的 就是因为在相亲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误区 认为相亲就是在给男生 一个追求自己的机会 他们说现在男生一点耐心都没有 经不起一点点的考验 有个女生91年的 在私企里边工作 做文员的 年收入大概也就十来万的样子 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88年 在大厂做管理的一个男孩 一年收入30多万 家里在北京的四环买了一套房子 两个人刚见面的时候 双方都觉得挺满意的 男生就开始追求他了 请他吃饭 请他逛街 车接车送 随到随到 就这样追了他两个多月 520的时候 男生就捧了一束花给他表白 希望能把这段关系给确定下来 但是他觉得 这个速度太快了 女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 那两个人就再处一处 结果男生又追了他三个月 在七夕的时候 又跟他表白了 他们就觉得这个男生 太心急了吧 我们这才认识不到半年的时间 都表白两次了 这个目的性是不是太强了 但是这一回男生就不赖烦了 直接就摊牌了 问他到底喜不喜欢自己 你要是愿意呢 咱就在一起 你不愿意呢 就拉倒吧 没有太多时间追他了 这个女生一听 这个男生的态度 还没跟他在一起呢 就开始威胁自己了 以后在一起了 那还了得 然后就又把男生给拒绝了 这回男生二话没说 把花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上车就走了 这一回把这个女的气得不行了 那我听他说完我也蒙了 那我说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呢 他说我挺喜欢的 因为这个男生的条件是 他遇到的男生里面最好的 但是他又觉得 女生不能太好追了 那男生就不会珍惜他 再说确实是我自己又比较慢热 有句话不是说嘛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我听他说完 我真的头又大了 又是一个毒鸡汤喝多了的 你咋不看看自己的年纪 又不小了 对不对 你条件又不是很好 又不是很出众 你把自己搞得那么难追 那用这个难追来衡量这个男生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你这个观念是有的问题的 你搞得那么难追 那人家还不停的追你 那说明这个人 他就是没得别的追 他没得选 但是但凡他选择面广一点点 他可能都去追别人了 这个结果是谁造成的呢 难道不是你自己造成的吗 那能怪谁啊 还有啊 就是一个女生啊 你一定要知道啊 自己在相亲的时候 那些减分的像 30岁以上的女生一定是减分了 身高不足1米6的有点减分啊 体重超过平均水平的也是减分的 有弟弟的也减分 离异家庭的也减分 本科以下学历的很减分 父母没有保障的减分 工作不稳定的呀 肯定减分 经历太多的那绝对减分 公主病的呀 也是很减分的 内向慢热的那绝对减分 不喜欢沟通的减分 太被动的减分 不想要孩子的那绝对减分 有男闺蜜的那也是减分到零了 最重要的呀 那就是长得丑啊 是最减分的 你们觉得我分析的到底 对不对呢 咱们都评论去聊聊吧 最近呢 我跟一个九五后聊天 真的非常意外 这个年轻人啊 颠覆了我的一些认知 我们谈到房子的时候 我问他为什么不买房呢 他问我为什么要买房呢 然后我又问他 那不买房你怎么结婚呢 他又问我 为什么要结婚呢 当我问他不生孩子 怎么办的时候 他居然反问我 为什么要生孩子呢 这个回答真的把我给惊呆了 这个时候我就感到 真的挺震撼的 于是我又问他 那将来你老了 身边没有亲人陪伴 会很孤独的 那怎么办呢 他的回答更让我意外 他说呀 买房结婚生个小孩 就能让我藏身不老吗 他说啊你错了 生孩子 只会让他继承 我的焦虑和贫穷 变得烦恼不断 这种痛苦 我一个人承受就足够了 何必还要烧伤我的孩子呢 这话听起来 好像也是有一些道理的啊 他说啊 养儿防老啊 这种说法 只不过是个传说而已 并不能保证老了以后 就不孤独 那我又问他 如果没有孩子 人类怎么保证延续呢 他说像他这样的穷人 来这个世界 不就是凑数的吗 就算生了孩子 也只会延续焦虑和贫穷 所以不生 反而是对孩子负责任 他还说啊 尽管我的经济状况很差 但至少我没有犯罪 这已经是对社会 最大的贡献了 所以也就别让我的孩子 来这个世界添乱了 他还说啊 我不是消极 只是呢 看透了而已 我自己既来之 则安之 我还年轻嘛 可以继续努力 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 把自己管好 不给别人添乱添堵啊 我就满足了 说实话啊 这个聊天 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收获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都注定了 要走不同的路 但并不代表 其中哪一条就是错的 买房 结婚 生娃 也不一定是 每一个人必须的选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生活方式和权利 并且有这个自由 关于他的这些说法呀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咱们到评论区 聊聊这个话题呢 你现在又想复婚了 早干嘛去了呢 今天啊 我这里来了一位 当时六岁的李毅女士 那提出来的 则我要求 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她说 自己是一线城市本地人 有车有房 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 还可以给对方落户 要说她的身材长相 真是还不赖 唯独的短板 就是年龄大了一些 还带着个孩子 本想着呢 这离过婚的人呢 应该是明白 自己几斤几两了 能找个什么样的人 对吧 结果呢 人家说 三年前离婚的时候 确实是因为 丈夫太忙了 于是呢 自己出轨了 硬带着孩子呀 离婚了啊 可是没有想到 自己被外边的男人 给耍了 自己离了 对方却没离 就这么个事啊 两个人没有多久啊 就闹掰了 于是呢 她带着孩子 自己过了三年 真真实实感受到了 人情冷卵 挣几个钱 有多辛苦 想着之前的老公 对自己 那才是真心的好 开始后悔了啊 于是呢 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 想复婚 最后呢 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 她三番两次的找借口上门 献媚啊 可是呢 前夫并不为之所动 并对她说 你离婚的时候 跟我说的话 有多绝情 我现在对你的态度 就有多绝情 所以 她眼看着这婚啊 是付不成了 所以呢 就想到来找我们 她提出了几条 几乎不可能的条件 第一 市中心必须有两套以上的房产 不跟父母同住 第二呢 身高不能低于178 因为前夫是180的 还不能图顶 不能太丑 她说呀 要不然清不下去嘴呀 第三啊 年收入呢 至少100万 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俩呢 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啊 年收入是很高的 要求100万不过分吧 我听完之后呢 差点没被她气晕过去啊 我说抱歉呀 就你提出这几项 任何两项家都一起 那都是王诈 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 说实话 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啊 据统计有80%的离婚 都是女方提出来的 但是有趣的是呢 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 又很多女人呢 想要复婚 而大多数的男人啊 又不同意了 往往在离婚之初 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挽留对方 各种祈求 哭泣 承受痛苦 以及承受损失 甚至是下跪 对于男人来说 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 而且丢脸的事情 而女人呢 是没有这种心理的 他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 或者跟丈夫 没有足够的浪漫了 就想离婚 但是他们并不清楚 外面时间有多艰险 认为离开他之后 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 但是当他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 却发现 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着他们 他们这个时候 才会怀念起原来丈夫 对自己是最好的人 可是当他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 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 因为男人更理性的 他们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 那现在你回来了 就能过得更好吗 甚至我已经失去了 我该失去的 我已经承受了 该承受的 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 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 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 接受不了离婚期间 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 他现在不想当这个结盘侠了 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 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 这些女人呢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 是不是 一个女孩子啊 千万别把自己的人生顺序给搞颠倒了 你们的年龄就是你们在婚恋市场上最大的资本 真的是这样啊 不是给大家制造焦虑啊 女孩子从你18岁一直到你28岁 这10年就是你们择偶的黄金年龄 可以说啊 时光一去不复返啊 一定要把这个婚姻问题啊 在这10年当中大概率给搞定了 女孩到了大学就应该有这个意识 咱们就开始学梦着找个对象谈个恋爱了 有很多小姑娘是非常聪明的 有脑子啊 人家老早啊 在学校的时候就下手了 把那些优秀的小男孩给搞定了 我就认识一个朋友啊 他女儿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 都说早恋会影响学习 可是人家心里啊 比谁都清楚啊 俩人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啊 学习的成绩啊 都是名列前茅的 后来双双进入了清华 大学毕业之后呢 感情也很好啊 工作了两年 现在打算呢 把字领了 两家家长也非常的乐意 开开心心的 看着孩子这么优秀 还这么幸福 别提多欢喜了 这小姑娘就对了呀 这么干就对了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不要觉得 学习有多重要多重要啊 其实对女孩来说 找对象也非常的重要的 这个小姑娘多聪明啊 人家凭什么就没有美好的未来 你们说啊 人家脑子真的是很好使 而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的一些姑娘啊 大学里啊 父母就说 好好读书啊 不要谈恋爱啊 影响学习啊 让孩子傻读书啊 死读书 天天吧 也不展示自己啊 也没有这个意识 天天就好好学习了 不谈恋爱了 完了呢 毕业了工作了啊 每天就在家里边玩手机 也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也不展示自己 那优秀的男人 怎么可能跑到你家里来找你 你说啊 你觉得可能吗 你又不是张博之啊 那张博之 人家还老展示自己呢 一点都不懂男女之事啊 进入社会之后呢 又被各种的毒鸡当给灌了啊 什么你若优秀蝴蝶自来了 为了事业啊 各种的去读研读 把时间全部都用在了 让自己变得跟优秀这件事情上 结果呢 这一系列的操作结束之后 才发现自己30岁了 这个时候啊 想用自己的优秀来吸引优秀了 可是男人呢 不买账了吗 人家说了 你那个优秀啊 不是我要的那个优秀啊 28岁的男生啊 还愿意找28岁的女生 但是到了30岁的男生啊 已经开始不愿意找30岁的女生了 他们开始觉得你太老了 但是呢 优秀的女孩们不甘心啊 继续想找一个优秀的男人啊 可是如果你等到了35岁啊 还没有找着对象 那你基本上只能下嫁了啊 要不你就别找了 你瞧瞧人家这些聪明的小姑娘 17 8岁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 先下手为强 人家不优秀你优秀啊 我还真的是不觉得 你能不能改变一下思路呢 多参加些社会活动呢 哪有优秀的男人 你就往哪去呗 你去读个MBA 你去长江商学院 这种地方优质男人多啊 你别整到35 6岁了啊 对象也没着落 开始慌了 开始着急了 这样还有用吗 你们说是不是 女生的不将就 是不是真的只会导致他们最后孤独终老呢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就知道了 最近我这里啊 来了一个北京的男士啊 82年的 在体制内工作啊 收入不太高 但是他很稳定 在北京有房有车 身高呢 1米75 长相呢 属于比较实在的那种内型 我呢 跟他交流过几次啊 感觉呢 真心是个好男人 在我们这些红尿老师的眼里啊 他绝对是一个 可以认真过日子的人 是一个好老公的材料 可是呢 我把这个男士同时 推荐给了两个女生啊 一个呢 89年的 一个呢 87年的 这两位都拒绝了这个男士 一个呢 说男士的长相 不是自己喜欢的内型 一个呢 说这个男士的收入不太高啊 还不如自己 我呢 好说歹说都不行啊 这两位呢 说的话还高度的一致啊 还是那句话 老师 我还是不太想将就的 还是想找一个 自己心仪的人 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嘛 我等都等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慎重一点比较好 如果实在是遇不到的话 那我也就不打算找了 我自己一个人过 也挺好的 最后呢 我就把这个男士 又推荐给了一位90年的女生啊 这个女生各个方面条件啊 并不是很好的 但是呢 他仍然拒绝了这个男士 他跟我说 这个男士他不想考虑 都40多岁的人了 收入还不太高啊 长得呢 也不是怎么样的 看照片啊 一点感觉都找不到 于是这个90后的女生呢 就跟我说了下面的这一期话啊 他说呢 其实啊 我现在都已经33岁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 能够找到一个好一点的人结婚 可是问题就在于 想要各个方面 都符合自己要求的男人 真的太难找了 我自己也分析过一下 大概也就下面这三种情况 我能找得到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各个方面都符合我要求的男人 但是可能他是个离异的 甚至还有孩子 这样的话 我可不是就要做后妈了吗 虽然我也做好了这个打算啊 但是毕竟我没有经验了 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我怕我自己根本解决不好 第二种情况就是 我可能找一个身高长相学历条件 都符合自己要求的男人 但是他可能啊 什么都没有 就是穷 要不是穷的话 这种男人大概早就结婚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找他的话 就需要去扶持他 陪伴他 成长和奋斗 虽然说爱情中金钱 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钱 那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和稳定性的 一个男人如果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 那要他干什么呢 第三种情况就是 找一个各方面条件呢 都符合自己要求的年轻男孩子 但是问题又来了 年轻的小的男人啊 又怕不靠谱 跟小奶狗在一起 风险也是很高的 人家可能最后根本不会跟我结婚 那我又白白浪费了好几年的青春 这样做仍然是让我失去安全感的 那过几年人家把我甩了 或者踹了多可怕呀 我那个时候找更难找了 哎 但是真的我不想将就啊 随便找个人去过日子 那种婚姻毫无意义嘛 那我听了他的这番话 我真的很想笑啊 竟然现在还有这样的女生啊 谈恋爱嫁人 绝对不会将就一点点 你们可曾想过 现在还有多少男生在追求你们呢 条件好的 你不可能得到他的追求的 你去追他还差不多 那条件差的呢 你又看不上人家 很多的女生啊 口口声声都在说啊 不将就啊 其实你的内心就是 渴望要找一个条件好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条件好的 人家根本就不找你啊 现在啊 这个社交市场上啊 大家看到了 女生真的要比男生多很多很多 教女生如何择偶的直播间 真的是啊 成千上万的人 教男生的呢 却只有几十几百人 其实女生真的要比男生 更急迫的需要婚姻的 但是当男人发现自己 根本无法获取爱情 只能遇到那些捞女扎女 物质女的时候啊 他们是更不愿意将就的 所以说现在你不将就 可能也未必能找到合适的人选 你们说这些女生啊 他们担到最后 到底是会幸福快乐的过一生呢 还是会到最后追悔莫及呢 来我们到评论区聊聊这个事 好吧 为什么说有逆向思维的人哈 做事情啊 他就容易成呢 我今天来讲一个 最近刚刚发生的真实案例 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城市的生女啊 特别的多嘛 那一个个呢 都挺难嫁出去的对吧 那这背后的原因呢 就是大城市里边啊 女多男少的局面造成的 关键的问题是 这些女生 他们都不会愿意找条件差的男生 所以呢 那一小部分优质男生啊 基本上是80%的女生 想要找的对象 如果就优质男生 和这80%的女生 形成比例的话 恐怕比例就是1比20了 所以呢 这个背后的竞争 是非常的可想而知的 那今天啊 要讲的这位女生呢 就是利用了逆向思维 来成功逆袭了 她的所有竞争者们 那么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都知道啊 现在的女生出来相亲啊 都希望男生追求自己 主动聊天 主动约会 主动买礼物 讨好她 有的女生甚至啊 把自己弄得很慢热 很高冷 衣服很难搞的样子 似乎这样就很值钱 直到自己觉得男生付出的 让自己满意了为止 如果说到了结婚 也是得提各种的条件 否则就对不起这一次的嫁人 怎么着都得捞点 美曲名约 这是看男生的态度 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提嫁妆的 这就导致很多的男人啊 不想追求这一类的女人 更不想娶这一类的女人 都是这么现实和物质的 那这个女孩呢 今年26岁 她来的时候就跟我明确的说 自己绝对不会成为大尼神女 所以她很巧妙的让自己顺利的嫁人了 她刚相亲认识男生的时候 就给男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因为这个男生说 从来没有一个女生 在相亲见面的时候 主动给她的水杯里蓄水 第一次出去吃饭 女孩就抢着跟她买单 虽然最后还是男生付的钱 但是男生对她印象非常好 后来的交往中 这个女孩完全没有前边说到的 那些大部分女孩的那些毛病 她从不玩高冷 装矜持 忍慢热 有的时候还主动的找男生聊聊天 男生拉她去个商场呢 问她需要点什么 女孩居然说 不用买什么 我都有 那么特别需要的东西 你就不要破费了 不管这样 男生还是硬给她买了礼物 这些举动在女生群体里看来 那真的是傻到家了 但是在男生群体来讲 这也真的是个好女孩 是真心想跟自己过日子的人 后来在今年 他们打算要结婚了 男生一直在担心的事情 居然一件都没有发生 她认为女孩一直都表现得非常不物质 很单纯 会不会结婚的时候提出一堆打不到的要求 那天他们就谈房子的事情的时候 男生就说 咱俩结婚 房子我家里可能付不了全款 但是只能凑出个首付来 你介不介意咱们以后一起还房贷呢 女孩说 这样已经很好了呀 你想啊 首付我们都不用攒了 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很满足了 大不了装修的钱呀 我问我爸妈要呗 房本上写咱俩的名字不就行了 男生说那肯定的呀 你跟我一起还房贷 感觉挺对不起你的 所以彩礼啊 我一定是要给的 我大学到现在也攒了不少钱了 我都给你吧 女孩说 哎呀两三万的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咱俩过日子啊 这钱不都是咱自己花吗 男生说 那婚礼我就得搬大一点了 你爸妈把你养大不容易啊 我不能随随便便把你打发了 那我还是你的男人 女孩说 嗨 也不用太扑杂浪费了 我呢还想攒点钱出去玩呢 男生对他说 其实啊 我之前以为 你也会是一个很物质的女生的 但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好 女孩说 我当然也喜欢钱呀 我也喜欢物质享受啊 不过呢 索取不是对内的 更不是对你的 也不是我的价值观 咱俩是一家人嘛 我们就应该一致对外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 为这个小家 增加更多的筹码 那种互相内耗 彼此算计的关系啊 怎么能算一家人呢 那不属于我的范畴啊 说到这儿 大家觉得 这个女孩到底是傻呢 还是聪明呢 现在啊 有很多女生都在抱怨啊 男生不追他们了 哎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天我这来了一个90年的男生啊 是被他妈妈死拉硬拽啊 带过来的 可是这个男生呢 死活就说啊 相亲可以啊 但是让我追女生啊 这个事我不干 喜欢就在一起 不喜欢的呢 就别开始啊 让我去当舔狗啊 门都不会有啊 他说 现在的这些女生啊 大部分是不值得男人去追求的 再说了啊 追来的 那算是爱情吗 不过是一场交易 一场博弈罢了 女生就是要考验男生啊 用花钱的态度来衡量男生的诚意度啊 感情都被物质化了 啊 他后边说的这些话啊 是我听到的 关于现在男生不追女生的最精彩的版本 他说 我每个月辛苦挣的钱啊 追一个女生吃顿饭好几百 看场电影儿小一百 就连喝杯奶茶也要几十块 那我工作一天呢 挣多少钱啊 关键是 我也看不到前景如何呀 对不对 你看 就算我玩游戏啊 打个boss 我还有血量显示 对不对 但是我追一个女生呢 我就算拿出各种的技能啊 装备啊 突击啊 到最后一看呀 你怎么连一个血点都没剩下 这有啥好玩的 你说 就像一个呱呱乐 我呱的都是谢谢你 那我还想往下刮吗 我都不会有什么兴趣玩了 对吧 其实 我向自己喜欢的姑娘 表达心意 送礼物 吃饭啊 看电影啥的 我觉得都是挺正常的 但是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那种啊 明明自己不怎么喜欢这个男生 还享受着别人对他好的女孩 接受人家的约会 接受人家送他的礼物 最后花了人家一大堆钱 然后说 咱们不合适 走人了 可是 我说 你要是对人家男生 根本就没有意思的话 或者说 你压根就没有想要往恋爱方向发展的话 你干脆直接就拒绝他就完了 干嘛扯那些说什么 这是我对你的考验 那他从小到大 有没有大人教过呀 拿别人的手短 吃别人的口软吗 很多女生连最基本的互动都不懂啊 只接受不付出 觉得都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有些女生心态真的有问题 一见面就要包包 要口红请吃饭 难道 他这么大人了还不懂吗 这些都是明确关系之后 才能做的事情好吗 你又不是我的女朋友 凭什么我要给你买礼物 我的钱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为什么要给你一个不相干的人花钱 你不是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还要享受着女朋友的待遇呢 还有一些 男的我也不理解 他们就喜欢啊 做舔狗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人家又不是你的女朋友 你舔他干嘛呢 你舔自己的老婆不好吗 那还说明你是一个不错的人 懂得疼老婆 你跑去舔别人的未来老婆 就好比游戏账号都不是你的 然后呢 你还花大把的钱 去买皮肤买装备 结果人家还不让你玩 你做这种的大冤种啊 你何必呢 是不是太丧了 反正我一直觉得呀 追求一个女孩 确实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和金钱 但是绝对不是过度的 在经营感情和婚姻这个过程当中呢 需要我们付出全部的精力和金钱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是很愿意给自己的女人花钱的 但是给不相干的人花钱 那就免了吧 我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凭什么 大家觉得他说的这些话 到底对不对呢